HELLO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丫丫姐姐 今天呢要来教大家注音符号的 斯 我们一起来练习哦 斯 巴巴妈 注音符号 巴巴妈 斯 一起来 大家一起来学巴巴妈 斯 雨伞 伞 斯 小朋友大家家里应该都有雨伞吧 应该没有人家里没有雨伞的对不对 那在什么情况下会撑雨伞呢 哦对了就是在下雨天的时候 就稀里稀里哗啦哗啦雨下来了 那这时候下雨的时候呢 就会带雨伞出门 或者是有时候去我们出去啊去学校上课 天气很好 那下课的时候突然下雨啦 爸爸妈妈就会拿着雨伞来接我们回家 那除了下雨的时候 然后有些人呢就是太阳太大了 他觉得哇被太阳晒得快要干掉了啦 变木乃伊变干了哦快烤焦了 他们就会带一个雨伞来帮助自己遮阳 这样子呢皮肤也不会被晒得红红痛痛的 所以雨伞的用途也很广泛哦 雨伞 伞 丝 彩色笔 色 丝 小朋友你们有没有用过彩色笔啊 哦都有哦那除了彩色笔以外 还有什么笔也是有颜色的啊 对呀很多很多啊 比如说蜡笔啊 还有什么粉笔啊 那原子笔也有不同的颜色啊 还有色鉴笔啊 这些呢现在都有好多不同的颜色可以用来 作为画画的笔对不对 那呢不同的笔所画出来的颜色 画出来的感觉也不一样哦 所以呢你最喜欢哪一种笔 哦大家都不一样 希望大家都有各自自己最喜欢的哦 彩色笔 色 丝 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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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呢有没有用过塑胶的东西啊 有啊塑胶这个材质呢 在我们的生活周周随时可见对不对 尤其是塑胶袋 哦它虽然很好用 可是呢也会造成环境的损害 所以呀我们只要用完的时候 记得要回收哦 塑胶的东西就要放到塑胶回收区 那还有一些宝特瓶 它也是什么 对也是塑胶 所以呢宝特瓶就要做宝特瓶的回收 所以呢这样子才不会增加地球的负担哦 塑胶 塑 塑 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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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朋友有没有去过森林啊 哦相信大家应该都会有跟爸爸妈妈去过健行啊 那有时候就会到森林对不对 有没有觉得哇森林里面空气好好哦 而且呢有树荫啊就会很凉快 只要风吹来的时候就觉得身在其中好舒服哦 那这时候森林呢有什么 对有很多的小鸟在叽叽喳喳 你就会觉得小鸟唱歌的声音好好听哦 还有愁鸣啊 那也有溪流的声音啊 这个呢就是大自然给人最有疗愈的力量 所以呢只要心情不好 或者呢是有事没事的话 多去森林走走 对自己的身心灵健康都很有益处哦 森林生思速度速思 小朋友你们觉得这个世界上速度最快的东西是什么呢 哦有些人说是车子 有些人说是火车 或者呢还有些人说是飞机 也有飞弹还有什么更快的 哦没关系 这个世界上最快最快的就是光速 光速呢一秒就可以到地球弃圈耶 就是在这个一秒滴 搭搭搭 的时候就会 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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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啵 就弃圈了 所以呢光速是已知了这个世界上速度最快的东西哦 就是光速 好速度的速速思 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去过寺庙呢 台湾的寺庙很多啊 你们都是去哪一间寺庙 像如果我们身体不好啊 或者是常常做噩梦啊 爸爸妈妈就会带我们去寺庙拜拜 求佛祖保佑 让我们的身体健康平安 那有时候啊寺庙不是只有说保护身体健康平安 有时候如果要考试了 我们也会去求啊 求说啊 希望这个神明能够保佑我 让我这次考试能够顺利过关 所以呢寺庙不是只有说只有拜拜哦 有时候也会去许愿 然后祈求把你心中想要的愿望来告诉神明 寺庙四思 好啦我们今天就先叫到这里咯 大家拜拜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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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